在美国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是一个事实了 你怎么竞争呢 你需要走出去跟人们见面 你必须要告诉人们那些质量和满意保证 你必须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你要问一些问题 每一次呢你把东西卖给一个人 同时呢要卖更多一点 在拥有你自己的生意里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承诺于你的生意里面 在生产消费力量这本书里面呢 我谈到不要去别人的店铺购物 我谈到每一个人都要开我的店铺 如果你有个店铺了 为什么你还要向别人购买呢 如果你看看自己的货架 或者看看你的目录 或者看看你的互联网 发现你有一产品了 那就绝对不要向别人买同类的产品 因为呢你在生命里面 能够买到的最昂贵的产品 是你可以向自己买 但是没有向自己买的产品 这个才会让你亏很多很多钱 因为你没有做个好榜样 很多你的伙伴呢 会进了生意以后 看着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呢 他们也会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你做了愚蠢的事情 他们也会做愚蠢的事情 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借口 然后在你的生意里面 很多人跟你做了生意以后呢 他们会寻找各种理由离开这个生意 你必须要做个好榜样 在美国我们做了一个研究调查 我们问很多人 问他们愿不愿意做领导人 我们问他你想不想做领导人 你知道吗 很少人说愿意的 几乎没有人说我愿意 但是我们问他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问他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好榜样 所有的人除了少数以外呢 都说愿意 所以我们说很少能 很难找到愿意做领导人的人的 但是很容易找到愿意做好榜样的人 但是他们做不了好榜样 除非你先做好榜样 所以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要再纠缠于钱上面 然后想着如何去赚到钱 因为你不能够存钱存到富有的 很少有人能够通过打折来购物 能够挣到钱的 他们总是以为他们能省钱 但是这些大商场 他们是推广者 他们有很大的计划了 他们整天醒过来以后呢 就是想着从购物者上拿到钱 当你们进了商场的门以后呢 他们等着你了 你知道他们等着你做什么吗 他们在想着如何 能够把你钱包里的钱 尽可能的留下来 他们想着如何才能够 把你们钱留下来呢 不光是留一些钱啊 可能会留你所有钱包里面的钱 所有的商场呢 都想要你钱包里面的钱 明天你起床以后去上班 我希望你想象一下 那些商场里面所有的人 通过一个电视显示屏来看着你 明天你开车去上班 或者坐车上班的时候 我希望你想象自己 像一个大的电视拍摄镜头挥手 当你去上班挣到钱以后 那些商场里面的人怎么想的吗 他们在商场里面 看着你在电视屏幕上 他们说啊 你要进我们的商场了 我们要挣他的钱 每一个人呢 在商场里面都开始欢呼了 来吧 来我们这里 让我们挣了你的钱吧 他们只会这样想的 我有两个狗 每一天我去工作的时候呢 我都把狗放在我们的后花园 那个栏杆后面 每天回家呢 我都看到我那个 有个小狗呢 坐在我们的前面的花园 从后面花园跑到前面来的 然后我问他 你怎么从后面的花园 那个栏杆跑到前面来的呢 你想想狗不可能越过这个栏杆 跑到前面来啊 我希望他告诉我什么呢 但是我还是要问呢 我问那个狗啊 你怎么从后面花园 跑到前面来的呢 然后我把他抱起来 又把他放到后花园栏杆的后面 然后我在房间里面做一些事情 看看他究竟怎么跑到前面来的 另外一个小狗呢 从来都跑不出来的 他才不管呢 另外一个小狗在后花园 玩得挺好的 后花园有东西吃 所以他很开心 我对我太太说 看来我要把那个栏杆给修一下了 几天以后呢 我回到家里来 把栏杆修好了以后呢 他还是跑到前花园来了 有个人说 你是不是把一些狗粮 放在前面的花园来引他出来了 好 我问我的太太 这个狗 为什么老是能够蒙我呢 为什么他老是比我更聪明呢 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个朋友 是已经结过婚的 但是男士们绝对不要 问你的太太这个问题 我问我太太 为什么这个狗比我更聪明 他对我说 比尔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花了多长时间去想 那个狗怎么能跑出来呢 我说几分钟啊 他说那个狗花了一整天 想怎么跑出来 而你只花了几分钟 如果你想着 你去一个店铺 去购物能够打折省钱的话 再想一想吧 你只不过去这个商场 几分钟而已 这个打折了 买这个吧 你只花了几分钟时间而已 但是商场呢 每天24小时都在想着 怎么去挣你的钱 整天都在想着这个问题 但是想想 如果你再做一个自己的生意 这个也是你整天想的事情 你整天想着你自己的生意 你想着我如何竞争 我要在我的店铺里面 也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一直做下去 如果我卖东西给一些人 然后我就要再卖一样东西给他们 如果他们买了第二样 我就再卖一样东西给他们 当我有了新伙伴的时候 我就教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我就教他们如何向自己购买 然后我教他们如何培养顾客 我就教他们如何像一个店铺那样去思考 不要像一个打工艺族那样思考 要像一个店铺拥有者那样思考 这个有一个旋律了在英语里面 在英语里面这句话是押韵的 在中文可能不一定押韵的 但是想听我说那些音 看看押韵的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更多 要像店铺那样思考 如果你想要更多 要像店铺那样思考 在英语里面押韵中文不押韵 这样的想法会改变你的生活的 然后像他们那样做事情 好 记住第三点 是创造一个个人生意 创造个人生意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创造个人生意 但是没有像店铺那样思考 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只不过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们有一句话 不要交一头猪唱歌 你会浪费你的时间 也会惹他生气 不要交一头猪唱歌 我今天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以便你们可以挣更多的钱 因为这个是生意成功的唯一尺度 你如何才能知道你的生意很有效呢 是你挣到钱了 就那么简单 当人们跟你一起做一个生意的时候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挣钱的 他们也许有一个梦想 是用钱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你们要改变他们的思维 以便他们可以挣到钱 你必须要教他们如何竞争 人们不知道怎么竞争的 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让我谈谈风险 因为风险是生意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很少人明白风险 风险是很危险的 也许它会让你亏钱 人们都很恨风险 它让人们很不舒服 有很多压力 人们说如果我失败怎么办 如果我亏钱怎么办 如果我失去捧怎么办 如果你开一个传统生意的话 你会有很多钱的风险 但是在你们生意里面 是没有风险的 是没有钱的风险 是另外一种风险 是个人的风险 人们很害怕失败了 因为很多人一辈子 都花很多时间去失败 很少人有足够的钱 他们只是在谈论钱而已 有趣的是 那些说钱不好的人 他们在谈论别人 和谈论别人的钱 钱只是钱 他们说 很多人很害怕失去钱 就像他们害怕 失去尊敬那样 请不要误会我 他们其实不想失去钱的 他们也许很害怕 相信你 然后因此而失去钱 他们很害怕这样 为什么他很害怕 相信你呢 因为很少人在生命中 是被人曾经相信过的 这个是我很长时间以来 学到的一个教训来的 人们很多人很担忧 他们真的很担忧 他们不想尴尬 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晚会 你们是不是担心 你们穿的衣服不搭配呢 当你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有这样一个梦 是你去到一群人那里 然后自己不穿衣服 有没有这样一个噩梦 这个是一个潜意识来的 很多人很担心 自己会丢脸啊 会出洋相啊 有很多这样的情形 是令你自己很担心的 你非常尴尬 你去到一个晚会那里 你发现自己的衣服 穿的不搭配 跟那个晚会好像不相称 如果你走进一个晚会那里 穿的衣服不搭配的话 你想不享受那个晚会的时间呢 你整个晚上 也许担心别人怎么笑你 这个是人们的 很正常的心理来的 他们总是在想这种情形 他们总是在担心 所以当你谈到一些人 为什么不跟你做一个生意 他们其实在担心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看待我呀 我曾经跟一个政治人物谈过话 我跟他曾经谈到这个生意 我当时很担心 我跟他谈这个生意 这个政治人物呢 刚刚在一个竞选里面失败了 他没一份工作 他也没有钱 所以我的朋友呢 曾经想跟那个政治人物 谈这个生意 以便他可以去挣一点钱 你知道这个政治人物说 他为什么不想做这生意吗 因为在竞选里面打败他的另外一个人 也许会笑话他 我在那里想 他刚刚才被另外一个人在竞选里面打败了 对方已经再也不想你了 他已经取胜了吗 他在想着别的人了 所以我们经常是给别人一些力量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因为我们总是在担心 总是担心被别人取笑 但是想一想 跟你一起做生意的那些伙伴们 也有同样的担忧 有些人克服了这个担忧 有些人没有克服 但是你要明白 这些才是人们真正要冒的险 当你叫一个人 跟你一起发展一个生意的时候 你在要求他们克服一个最基本的担心 那就是担心去相信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一个担忧来的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过去一些日子 当他们去相信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没有能够遵循这个承诺 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长时间 一直保持我们的婚姻的原因是 是我们互相之间信任 并不是说他相信我不去做另外一些愚蠢的事情了 我们互相相信的是 一直会这样下去 互相之间不会破坏 当我下了班回家 或者是旅行后回家以后 我太太在家里面 我相信他会有同样的一个脾气和心情来欢迎我 我才不会担心他那天会不会有什么坏脾气 我才不会相信他会不会那天生气了 因为他很持续 我可以相信他这一点 我希望他也对我有同样的评价了 我有一点不是那么持续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需要成为这么一个持续的人 然后我们谈到如何做一个好榜样 在一个生意关系里面 你必须要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 你必须要持续 好顺便说一下 你必须要持续的那么好 持续不断的这么差是不行的 帮不了你 你持续不断吗 当你跟一个人谈一个生意的时候 你是不是时刻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呢 或者你经常跟他们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想一想有人会跟你做一个生意的 或者有一些人因为你要参加这个生意 而你明天跟他们谈话呢 你居然跟他们埋怨一个生意 而另外一天呢 你发现你跟他们说 你发现另外一个商场有个大打折 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很持续的 你必须要每一天做人们的好榜样 要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需要这么一个持续 因为这样的话会减少人们的风险 如果你减少人们的风险的话 他们就会更多的相信你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人们手拉手的走过一个旅程 所以所有这些呢都是建立人际关系 在美国呢我们有个说法是 我们不用人去推动产品 我们用产品去推动人 无论你们卖什么 你们再用一个产品 去赢得人们的信任 你要帮助人们克服担心 克服恐惧 通过帮助人们一点一点的取得成就 当你帮助人们获得小成就以后呢 你再帮助人们获得大成就 如果一个人在他们的人生里面 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的话 他们不会一夜之间改变的 需要时间 他们必须慢慢慢慢被抬升起来 你必须一步一步的拉他们走 你必须要帮他们改变 给他们一点一点的帮忙 有两方面的理由 第一呢他们看不到自己做出大改变的 然后你必须给他们小小的成就感 这样的话呢他们才会信任你 除非你持续不断地带他们走过一个旅程呢 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你 大家明白吗 好我们现在要这样做 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谈 我们再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将会给你们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让他来结束 但是我要确保你们精神很饱满 然后可以接受我们的更重要的信息 所以在我们谈我跟你所能分享的最重要的信息以前 我希望你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不会很长的 你必须要准备好自己的大脑 然后才能准备好信息 十分之后我们再回来 大家准备好用一些非常棒的事情来结束今天的学习吗 你们是谁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你们将会做什么 all right 太好了 我们谈到了建立时间资产的五个 我们刚刚谈到了第三点 我们第三点谈了很长时间 因为它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我们也该结束了 第一点呢 是有第二点呢 是离开工作的快车道 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第三点呢 是创造一个个人生意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 第四点 开发一个有现金流的资产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了能够在生命里面得到更多的时间 你需要创造一个能够为你带来钱的一个事情 他们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能为你带来钱 他们可以在你度假的时候为你带来钱 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为你带来钱 你的资产会为你带来钱的 好让我们想一想 当你建立一个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资产的时候 要很长时间的 但是一旦你建立起来以后 他就会为你工作了 你不是为资产而工作 资产为你工作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来的 今天我要跟你们谈五种资产 你们现在在生意里面已经拥有了五种资产 也许你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在里面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也许你很熟悉的例子 我会用美国的例子了 但是我相信翻译能够用中国人能够听懂的数字来表达 我想谈谈买一个房子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资产 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 假设你用十万美元来买一套房子 当然你不需要拥有十万现金才能买一套房子的 你也许要借点钱去买这个房子 好 让我们提醒一下自己 这个房子是十万块钱才能买到的 假设你有两万美元吧 你先把它作为一个首期的付款 你还需要八万块钱 你向银行借 这个房子价值多少钱呢 价值十万美元 你从这个房子里面能够得到多少资产呢 你只有两万美元的资产 是你花你的钱去买到的资产 银行呢 拥有你的房子的八万美元的资产 如果你把房子卖给人家 卖了十万块钱 你只能拿到两万美元 是你自己的 银行呢 将会拿到八万块钱 你还没有赚到任何的资产 像我们假设你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地点 买了这个房子 房子呢 在这个地区涨价了 让我们假设几年以后 这个房子呢 当初你十万块钱买的 现在是十三万美元了 你还是当初只花了两万美元 放在房子里面 银行花了八万美元 现在房子是十三万美元 那个多数的三万美元呢 是你自己的 银行还是只有八万块钱 因为这房子是你自己的 因为你拥有它 它增加的创造了任何的资产 是你的了 无论是你是否借了别人的钱 现在你做的事情 在杠杆你的资产了 生意是这样运作的 你的生意里面怎么做呢 你的生意里面 你要找到你的资产在哪里 你投进那个房子里的 当初的两万块钱 为你赚来了 多三万块钱的资产 现在的房子十三万块钱了 八万块钱是银行的 五万块钱是你的 你需不需要工作才能赚到三万块钱呢 你不需要工作 你的资产为你赚来的这三万块钱 这个是生意里面的一个大大的秘密 那就是找到你的资产在哪里 然后去利用它 尽量利用它 在你们生意里面 你有五种资产 大家明白这五种资产是什么吗 如果你们明白的话呢 你们就有财务未来了 你就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去改变你的生活 而且你有力量 去教别人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第一点 是顾客资产 顾客资产 如果你有一个顾客的话 他们来找你是因为他们有个问题 你可以解决 如果你一次性解决的话 为什么他们还会来再找你呢 这个是你在产品和产品质量上 能够竞争的地方 你要赢得顾客的忠诚度 一个有忠诚度的顾客呢 才是你的资产 让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假设 有个顾客要你买东西 你赚了五十块钱 也许你第一次的时候 你要很努力 很辛苦才能挣到那五十块钱 你也许要打电话 打了很长时间 给他们发邮件 给他们发短信 你也许要做很多产品示范 你也许要问他们很多问题 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次呢 赚五十块钱太辛苦了 但是要我们假设 你给他卖的东西呢 是一个一号的产品 是他们很快会消耗掉的 还会再买的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公司在卖 容易消耗的产品吗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赢得顾客的忠诚度 如果比如说你卖给他们 是电视机的话 他们会买多少台呢 也许他们一年买一台两台吧 但是他们未来三五年 就再也不需要了 如果你希望建立顾客的忠诚度的话 要盯住那些一号的产品 让我们听好了 还记得吗 我们谈到那个顾客 你赚了五十块钱 但你做了这么辛苦的工作 让我们假设 你卖给他是维生素吧 他们会不会把他 放架子上 然后再也不离彩那个维生素呢 他们会不会摆在一个 很漂亮的地方 用光线照着他 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 去欣赏他呢 不 他们买维生素呢 是要帮助他改善健康的 如果你正确地教他 如何去使用这些维生素的话 他们就每天都会吃了 在产品用完的时候 当瓶子空空的时候 他们现在有了个新的问题了 以前他们的问题是 他们老是很累 所以你跟他说 如果你吃了维生素以后呢 你的精力会改善 帮助他们解决一个问题了 现在瓶子空了 他们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他们现在吃到感觉很好 很有活力 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他们发现瓶子空了以后呢 他们很快也许会回到 以前的老样子 所以你要跟踪好这些顾客 当他们产品快用完的时候 你问他 你还希望继续保持精神 很饱满呢 或者你回到以前的老样子 他们一定会说 我希望精神饱满的 这是我们更多的维生素 第一次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去挣到那五岁钱 第二次呢 人们就会说 给我一瓶维生素 你说好吧 但是要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护理产品怎么样 这些维生素你感觉怎么样 健康护理 那些维生素让我感觉很好啊 你说我会让你继续感觉良好的 你现在感觉很好了 但是你的外表不太好 如果你希望感觉良好 和外表看似也良好的话 你需要买维生素 也需要一些皮肤护理产品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根本不需要花多长时间的 一旦你有了一个 相信你的顾客以后 女士们先生们 这个就是顾客资产 这个是你生意里面 其中一个最有威力的 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 这个会一直伴随着你的 你们的公司会不会给你 比如说自动重复订购的 这么一个计划呢 或者你给顾客定好一个协议 每一个月呢 不用你说不说 他都给你一个重复订购 因为他肯定会用完这个产品的 如果公司没有这个 自动重复订购的一个计划的话 你可以跟顾客约好 这么一个自动订购的一个程序 如果你们能够跟顾客定好 一个自动重复订购的一个计划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自动运转的机器了 就像你在地下室 有一个自动的印钞机那样 滚动一下就有一笔钱出来 当你打电话给一些顾客的时候 我希望你脑袋里面想到一件事情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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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 是一定可以翻译得很好的 因为如果你们有这个机器的话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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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就会有这个了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再做一下 然后你会得到什么呢 不管我跟你们说什么话语了 你都会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的 无论你今天记了多少笔记了 无论你写了多少文字 但是我知道你只会记住一些东西 不用记笔记也可以记住的 你就会记住那个 记住的动作 这个里面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给你是一个系统 我知道你将会遇到很多人 他们会问你 我们是在生意里面如何挣到钱呢 我要跟你们说的你们的第二个资产 第二个你们的资产呢 是系统资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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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想有一个系统资产的话 你首先要在你们的顾客的脑袋里面 建立一种形象 所以我们需要把新朋友带来这种聚会里面 他们看到一些景象以后呢 他们就可以记住了 他们也许记不住说过的话 但是他们会感谢你 关系他们 把他们带到这个环境里面来 他们也许会忘记那个话语 但是他们会记住 在舞台上人们跳舞的欢快 这个是你们的系统的美妙之处 你们的系统不光是话语 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图像 我们刚刚谈到了顾客资产 你们都明白它的威力是吗 现在我们来谈谈系统资产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 如果你们有一个系统的话 你们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的 我们早上提到了这一点 说我们下午要谈到系统资产 现在我们要好好谈谈这一点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新鲜事物 你将会为此兴奋的 你们的系统只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 其他什么都有了 你们的系统已经帮你们 跟所有的供应商谈好一些条款 你们的系统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所有的物流 所有的会计 所有的行政后勤 已经帮你支付奖金 做好了所有的后勤工作 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培训和一些学习 已经为你的伙伴们准备好 所有的培训学习过程 你们系统什么都有了 除了一样东西没有以外 它没有一样东西就是去做推广 你的系统是一个推广生意来的 所以系统需要你做一样实行事 是增加一样东西 是你把推广带进来 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 那我们先谈谈系统 系统能够帮助你做什么 当一个人来问你一些问题 给你一些疑问的话 你可以为你自己省下很多很多时间 如果你让系统帮助你回答问题的话 如果一个人说我对于这个有一个问题 然后你跟他说我有一个答案 那就看看这本书吧 听听这个光盘 看看这个DVD 不要自己去解决人们的问题 你没有时间 那我跟你这样说吧 很多当人们问你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乎一个答案的 他们只不过在乎一个关心 如果你想节省很多时间的话 不要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只不给他们点关心就行了 你要学会怎么去帮助这些人 好 你可以这样去做 如果一个人说 哎呀 这个怎么做的 你可以听听这个光盘 当你听这个光盘以后 明天打电话给我 大多数时候的人们是不打电话的了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问题的 他们只不过需要一个关心而已 而你老是纠缠于他们的问题里面 让你的系统为你工作吧 这个是其中一方面的一个秘诀 秘诀的第二方面是 每次你做一些事情 无论是什么都要增加价值 这个是生意的最基本点来的 在生意里面你把东西拿过来 你增加了价值以后 然后把它卖给下一个人 你所得到的价格 你得到的收入呢 就根据你增加多少价值而定 如果我从一个供应商的那里买东西过来 然后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没有增加价值的话 为什么他们会给我更高的价钱呢 当我们说你的系统什么都有了 除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推广 推广其实就是沟通 那就是把一些信息带给顾客 是看看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让他看到你的产品 怎么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你在生意里面可以赢得收入的关键点 是因为你增加了你的产品供应商的价值 所以才能够获得收入 你为产品供应商增加越多的价值呢 他们希望通过你来把产品流通给顾客 你才能够获得越多的收入 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一个人做你的生意 你是一个产品代理商 你想把产品送到顾客手上 然后你就需要服务顾客 这样我们假设你有十个顾客 现在你给了产品供应商的一个价值呢 是让他得到十一个顾客 你自己和十个顾客 现在我们假设你找到一些伙伴呢 他也想建立一个生意 让我们假设他也找到十个顾客 他们也想获得产品或者发展一个生意 现在你很兴奋了 如果你有十个顾客 然后这十个顾客也想做一个生意 也有十个他们的顾客的话 这个就一百一十个人 想要产品和想做生意了 然后在我们的产品供应商的办公室里面 他们就很兴奋起来 他说我们有了一个人 他们找到了十个顾客 这十个顾客又有十个顾客 一共一百一十个人家 你自己在他们办公室里面 他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说如果这个事情再重复一遍怎么办 这个人如果再重复一遍会发生什么效果 这样的话才是你推广和竞争的秘诀 这个产品供应商说他有一个想法了 让我们给这个带来一百一十个顾客的人 发一封信 让我们给他一些钱 你能不能再做一遍呢 你说你得到一些钱了 你说我很高兴可以再做一遍的 所以这里有一百个顾客 他们每个人还有十个顾客 现在你就有一千个顾客了 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就越来越兴奋了 他们说如果这个事情再重复一遍怎么办 让我们再给他一些钱怎么样 而你做的事情你只是找到了十个顾客而已 但是你像那个系统里面增加了这么多的价值 你根本不认识这么多人的 十个人也许你才是刚刚认识而已 现在你可能很熟悉了 因为你挣了很多钱了 你打电话给他们 你说我们的产品供应商很兴奋了 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找到更多的人的话 他们会再兴奋怎么样 当你向系统里面增加推广的价值的时候 你在建立一个系统资产 当你一开始做你的生意呢 你就在建立你的系统资产 所有的后勤 会计 物流等等 已经在那里了 你只不过需要增加价值而已 通过建立一个市场给他们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资产 我们要谈第三种资产 第三种资产是网络资产 网络资产是这样建立的 当你把一群人带进生意里面的时候 当你建立你的网络资产的时候 你一下子就要开发你的顾客群 一个网络是一群人在一起工作 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些价值 进到这个群体里面 他们越来越多的放进价值呢 他们就越来越会更多的放进价值 在一个网络里面 这里有个秘密 他们会从网络那里得到更多 比他们投入的多的多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你自己贡献五分和十分的力气 你的五分十分的努力呢 会被这个群体所倍增 每个人都投入五分十分的力气 这样做的话 每个人都去建立自己的一小份网络资产 你就可以建立一个一辈子的一个持续的收入 第四种资产 我们谈了顾客资产了 我们谈了系统资产 网络资产 第四种资产呢是投资资产 投资资产呢对很多人来说 比如说买股票证券等等 或者买一些不动产 但对你们来说呢 还意味着别的事情 这个意味着你在你们生意里面继续投资 这个说明你们去买一些 个人成长方面的资料 学习资料 这个意味着你需要花些钱去买门票 比如说来开这种会 或者去开别的会议 当你尤其带人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你的投资资产就会更加多了 通过在你生意里面投资 能够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你们准备好听 这样东西是什么了吗 当你有了 你会有什么 让我们谈谈第五个资产 这个会让你高兴的晕过去的 这个叫导师资产 这个是很美妙的事情 还记得吗 我们有五点去建造时间资产的五个步骤 有一个梦想 去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建立个个人生意 第四点是建立个资产 我们只是来复习一下 第四点是在生意里面建立个资产 第五点是退休 但是以什么来退休呢 以一个生意建造者这样的身份来退休 以一个生意建造者的资产这样来退休 这个是第五种资产 是建立时间资产的第五个步骤 导师资产是大的话题来的 非常美妙的东西 好 你一定会喜欢导师资产的 导师资产是在你有了知识以后建立起来的 当你建立这么好的一个榜样 当你有了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当人们看着你很羡慕 你说我也想要像他那样 你成为一个如此有价值的人们的榜样 他们看到你就很想参加你的生意 他们一开始也许做得不好 他们只不过是注意到你 想靠近你 你现在很多知识恨不得跟别人分享 你越分享了就越让你有钱 人们恨不得给你钱 如果你给我知识的话 我就给你钱 你对人们说你不用给我钱的 你只需要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生意 改变你的生命 不要担心改变我的生命了 这个是跟很多人想法很不一样的 很多人说教我吧 教我教我吧 你对他们说不用教你的 你只需要跟随我就行了 只是跟随我的榜样 这个时候你成为一个人们的磁铁 你的好榜样是人们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时候你具有了导师资产 这个是非常有威力的 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状况 我们谈了梦想 我们谈了创造一个资产 我们谈到了生意 看谈到它怎么运作的 我想再跟你们分享一点 来看看你怎么去利用它 你现在正在学的是如何去杠杆你的生活 你们都知道一个杠杆是怎么用的是吗 假设你前面有个大石头 有人叫你去推动那个石头 你要去推动那个石头 推不动 因为它太重了 然后你找到一个小石头 找到一个铁棍 然后你把铁棍撬在小石头上面 再撬进大石头下面去 现在你往下压了 这个石头慢慢就动起来了 这个就是杠杆 你有个大问题 你有个大的目标 你有个大的梦想 你要去推动那个大石头 现在你有了一些小东西 一些工具 一点点知识 你得到人们那些帮助 然后你把这些帮助当成你的工具 然后你去杠杆它来推动那个大石头 用这些知识来杠杆 它慢慢动起来了 现在大家去想一想 在你的前面 你看到一个小斜坡 你知道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大石头推到那个小斜坡的旁边的话 它就会自动滚下去了 这个就是资产为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利用我在书里面谈到的五个步骤 你就会学到两点 你就会学到如何使那个石头动起来 然后你还学会如何把大石头推到那个小斜坡边上 好 当你开始一个个人生意的时候 你是因为想要更多时间而去做这个事情的 一开始的时候 它确实需要你花很多时间 比你上一个班要花更多的时间 你每天还是要去正常做很多事情 你还要在其他时间开始一个生意 你简直是疯子 我希望你是疯子 这个是我们做到事情的唯一方法 当你开始推动大石头的时候呢 确实要花很多力气 现在它往前推动了 它又滚回来了 然后你又要往下放力气 虽然你去杠杆它 但是杠杆那个石头 把它推向那个小山坡 就是建立资产的过程 你需要记住一点 你一旦把石头推到那个小山坡边上 你的推动工作呢就做完了 为什么很多人半途而废呢 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山坡 他们以为他们一辈子都要去推那个石头 他们一直这样想的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有一个上班的心态 他们以前没有去建立资产 他们以为建立资产就像上班一样 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去上班的话呢 你就是不断地推动石头了 一旦你做完一样事情 他们就给你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有一天很早地干完活了 老板会不会说 你今天早点下班吧 好好休息 现在可以放假了 老板不会这样说 老板说什么 你今天这么早干完活了 好 这是更多的活 人们是用这样的思维去对待推动石头 而不是用生意拥有人的思维去思考 你做生意不是想打两份工 你已经从一份工作里面得到了所有的心烦的事情了 你已经得到了所有的那些失望啊 那些沮丧了 什么才能推动这个石头呢 你要在这个生意里面推动石头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大师 他叫金克拉 金克拉谈到他在小孩子的时候呢 在德克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呢 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州了 它是很多美国的西部牛仔出产的地方 美国西部很干旱了 所以他们有很多时候要打井 要打井去泵水 他们要不断打水 水才能冒出来 才有水喝 你不断地泵呢 以便那个水可以冒到井口 然后呢就冒出来了 问题是 当你泵水的时候 你不知道水离井口还有多远呢 你不知道那个水离井口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冒出来 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不断地泵水 水差一步都冒出来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最后呢他们可能冒累了 他们停下来了 但是水可能就差不多在那里了 他们只需要再泵一下那水就冒出来了 这个资产建立也是一样的道理 推动石头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知道你在做的下一件事情 是否能把石头推向那个小山坡 当那个石头到了小山坡边上的时候 慢慢它就自动滚下山坡了 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你的生意的美妙之处 是那个山坡是没有底的 这个石头会越来越快地滚 一直滚下去 它是停不了的 有些人可能尝试了所有的力气 你现在生意可能很大了 每一样事情都很不错 你也许想要让我们改变几样事情吧 事情都太好了 我想改变几件事情 让事情做得没那么好 这是人性的弱点 我们简直受不了事情这么漂亮 但如果你生意真的很大的话 如果这个石头一直滚下山 无论你想把它停下来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在生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 你就不用自己去担心了 你应该就想得到这么一种状态 你希望有一个这么好的生意 无论你那天心情有多坏 你还是能赚到钱的 这个是一个生活的漂亮的活法 这个是资产啊 是为你挣钱的东西 好 现在放松一点 如果有人问我 比尔 我在生命中 如何能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呢 我说 我说跟随那个步骤吧 做那些成功的人已经做过的事情 建立一个个人生意 建立资产 这个跟你的产品无关的 我意思是说 你已经有了够好的产品了 但是跟一个产品有多好 没有关系 关键是找到有梦想的人 或者找到愿意去启动他们的梦想的人 把他们带进你的系统里面 建立顾客 让系统为你工作 建立你的网络 在生意里面 再投资 成为一个导师 然后自由的生活 因为呢 中有天有人会问你的 你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说我曾经有一天也像你那样 我听说有一个人谈到了一个大船 对他来说 这条船改变了一切 对我来说我不明白 但是对他来说 这个船改变了他的生命 当他谈到大船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的一些事情呢 是我有感觉的 希望呢 我的1993年7月7号的那个大船 是你的2007年12月9号的大船 我只能给你我的好榜样了 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好领导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成为一个好领导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这样去做 我只希望你们成为人们的好榜样 你们有勇气去克服这些恐惧 我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好榜样 你站在这里你说 我今天要做出改变 这样的话呢 我的工作就做到了 你也可以这样为自己做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只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的 你们是谁 你们将会做什么 然后从今天开始 然后当你做到以后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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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